今天我认为我应该跟所有的朋友分享 就是高等教育部也同意说 Raman大学可以提升成为Raman大学学院 Raman大学是当时在1969年我们所创办的 当时主要就是要提供可以说可负担 以及有一定的水平的教育 所以到今天我们感到高兴的 就是我们已经栽培了 仅要有175千的各民族的优秀生 甚至我敢说60%的会计师在马来西亚 都是通过Raman学院的栽培 而这个栽培我们不分种族和政党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行动党的领袖 当时得到他们的教义在Raman大学 所以在提升这个Raman学院成为大学 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的提升 同时他的学费还是可以说比较很多学生可以负担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感谢首相他也当我见他的时候 他也一口答应也只是高等教育部长要带到内阁来获得批准 就是以议员对议员在开销和发展方面 政府将会给资助 所以换一句话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 提供呢有水平和可负担的学费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以确保Raman大学协议 大致一个新的 里程碑